您好,我是张天书,在《读书》、频道为您朗读各种名著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 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 作者是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颜怀 本视频包含该书 第十一章,新加坡二号人物,请我进他的智库 的下半部分内容 第四节,江泽民发护照,吴庆瑞给绿卡 十一杠十二,险些丧命的摩托车祸 新加坡汽车奇贵,动辄十万美元以上 亚洲人尤其华人,消费攀比,面子金贵 你有车我无车,怎么活 新加坡地寡人众比较富裕,很多人可买车 吴庆瑞解释,若不限制 新加坡国土上就只有汽车,而无车路了 限制一,150%的汽车进口税,加上其他合理的科捐杂税,车价升为三倍 限制二,公开拍卖十年拥车证,正到期,货车报费,或重新拍证 通常用车证,高于车费 都说需求,是刚性的,享受只能升不易降 极有减升奢益,由奢降减难 在美国舒适的夏威夷,开管私家车 到北纬,一度炎热潮湿的新加坡,挤无空调的公车,确实不是 1992年底,刚到新加坡,没有绿卡 不敢轻易赤重金,买豪车 马来西亚工人骑着摩托车越境打工 日出而来日落而归,风驰电车毫不潇洒 国内骑单车,海外开汽车,也该过过电驢子的瘾啊 于是,1993年初,几千美元一部高级摩托车到手 比试路考,顺利通过,上下班加周末游,轻松上路,分外得意 在研究所和大学的中外学者教授中,蝎子的巴巴 独,独,一份,格外亮眼 90年代初期,新加坡的中国人较少 只是两种人,白领专家和蓝领劳工 周末穿T恤短裤凉鞋,说着普通话去加油 衣帽取人的加油工艾里布里 还赠送几句包贬中国劳工的咸淡话 付款时,看见白金信用卡,顿时表演穿剧便脸 我笑颜,捡的卡 补充交代家庭状况 儿子留在美国读夏威夷大学 妻子不喜欢新加坡 常年仍是中国煤炭部的高级工程师 偶尔来此探亲 因此,摩托车足够了 家庭不用朋友用 东亚所宴请中国访客的餐会 陪吃的同事 宁愿放弃所长的大奔驰 而抢着坐摩托二等 节假日朋友聚会 我更是义务司机 1993和1994两年 来新的私人朋友,从中国的局长到民阵主席 从天安门总指挥到朋友的中学生孩子 都乘过此座棋 最经常的乘客是赵二军布满十岁的女儿 新加坡朋友请我们时 他绝不坐高级轿车 飞摩托不可 许多大男人坐摩托很紧张 牢牢抱住我 而赵小姐可以双手高举 吓得他妈妈哇哇叫 而他却哈哈大笑 1993年11月4日下班后回家 骑着一年新的摩托坐骑 奔驰在三车道的公路上 换线时 我超过旁边的一辆较慢的大卡车 刚进入卡车那条车道时 一声巨响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时天已黑 我躺在病床上 全身上下除了头脚两端 都缠满绷带 疼痛难忍 护士小姐给我打了止痛针 应我的要求 人们为我填充了五小时的记忆真空 送我来的警察说 您超车时被超卡车的另一边 一辆小轿车也同时超越卡车 高大的卡车挡住两辆小车的视线 您们接吻在卡车前面 幸运的是 两辆小车距离卡车较远 而卡车又及时杀住车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护士告诉我 您带着法律规定的全封臂冒盔 穿着皮鞋 头脚没事 在柏油路上打滚 长裤和衬衣已破烂不堪 四肢皮肉损伤严重 虽然露出骨头 但是四肢骨头并未折损 疼痛主要是因为 胸腔第八 九 十 三根肋骨断裂 这里是新加坡大学 附属医院 我们不知道您的保险等级 只能先放在这十几人的大病房 明天您公司来人后 再换病房 次日上午 东亚所黄所长和会计来看望 我的保险 可以让我住双人病房 类似中国的局级待遇 但是 美国已经灌出我不习惯 与同性同住的毛病 并且来探视者 肯定众多 也影响同房病人 我决定自费补上差额 搬进单人病房 类似不及待遇 下午所里的十几位同僚 分批来探视 第三天 轮到大学的教授朋友们了 不到两天 各种水果 和点心摆满房间 随后的周末 就是新加坡籍朋友 和中国朋友的举家来访了 食品有冷变热 有碱生精 鸡汤生鱼汤 鸡精生鱼精 人参息扬身 推却不了 就让换走一坏的水果 第二周 就轮到我讲过课的公共服务署 安全情报局 和外交部的官员们来慰问了 他们除了水果鲜花 令我意外的是 还有红包 仿佛我为国光荣挂彩似的 真不好意思 伤势说重不重 皮肉损伤 消炎换药 打针吃药 说不重还挺重 断了三根肋骨 大声说话 小声欢笑 深深呼吸 上半身都剧痛 住院一周后 主治医生说 皮肉伤恢复不错 肋骨断裂 不用治疗 周围的软组织包裹很紧 自然修复 下周可出院 回家静养 第二个周末 即为住院十天后 二军宴请 仿新的法国朋友 他们看我身体恢复挺好 就叫了出租车 带了剑风衣 让我穿着外面 劫持我乔装到酒店 我日记写着吃喝 五至十点 十一月十五日出院 吴庆睿派司机送我回家 并送一部无声电话 便与我休养时 与他联络 此后三天 载我去换一次药 我一人在家休息时 不断有朋友来家探望 送来饭菜和熟食 二军也多有照顾 特别是新大的 中国教授的 蝗虫道和左小蕾 还分别来为我做饭 和打扫卫生 令我终生难忘 新加坡同事议论 严大胆该老实了 摩托车不敢再骑了 中国朋友反驳 严怀说过一招被蛇咬 十年不怕忙 肯定照其不悟 交管局判定 摩托车与小轿车 责任对办 各修自车 我修理好损坏严重的摩托车 又疯了一年 获绿卡后才换成汽车 十一杠十三父亲 请江泽民让我回国 东亚所指 研究中国不考虑东亚 其实就是挂东亚之名的 中国研究所 研究员能经常去 中国实地考察 对研究极为有利 而我和几个研究员 应对六四的态度 不能更换到期的中国护照 我们希望吴庆睿帮忙 1993年中 吴庆睿发话 你们自己去中国大使馆 想办法拿到新护照 特别是延怀 东亚所与中国大使馆 关系密切 使馆领导 经常陪同 中国政要来所 东亚所的 公开讲座他们必到 使馆重大活动 请我们助威 特别是中国一些省部级官员 想拜见吴庆睿 使馆托我敬言 于是 我就去大使馆 找了研究室的周一密 和领事处的田一密 两位熟人 我表态 六四的学生都错了 应该抓起来 判死刑缓期执行 他们若向江青自杀 世人无话可说 我现在对政府唯一的意见是 不该斩立决 还是毛主席说得好 人不像韭菜 割了一茬 再涨一茬 他们劝我写份 严肃的认识 他们再美言 否则没戏 我回东亚所向吴庆睿 汇报交差 我 我不便出面 你不愿低头检讨 就每年 去一周香港 调查研究查询资料吧 于是 在1993年10月中旬 94年9月下旬 我两次到香港考察访问 中文大学的中文资料 可以说是全世界数量 仅次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第二家 但境外资料更齐全 我流连忘返 复印了大量资料 除了拜会香港的老朋友 还与当时 在香港的国内 一起参与改革的故旧 和中组部的同事 讨论时局 加深了对现实中国的了解 我不能回中国 就考虑 请父母来新加坡 1993年 他们去美国的 小儿子家住了半年 游遍大半美国 不想再奔波 决定次年来新 94年春 父母在妹妹陪伴下 来新加坡探亲 我们分别近五年 尽管经常通电话 见面还是悲喜交加 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父母参观东亚所 拜会吴庆睿 与余住夜见面 中国与新加坡 两个具有反思精神的老共产党员 抗日老战士 促膝常谈 我陪父母游遍新加坡城 新加坡岛 新加坡河 新加山坡 新加坡全国 他太小了 回北京后 妹妹来电话说 父亲正在为我回国 找江叔叔帮忙 我没在意 秋天照例访问香港 1994年10月2日 我在香港考察一周后 回到新加坡 在信箱中发现 已经到了几天的家庭 妹妹说 江阿姨已为你办好护照 你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 找张参赞领取 然后就可以回国了 我立即电话北京 妹妹说 你在新加坡小有名气 在大使馆也有 或好或恶的名声 若在新加坡办 新护照太招摇 三日 我向吴庆瑞报告 父亲托劳部下 已经为我疏通关系 因为我老护照的最后签证 是到法国的 需要我到巴黎 领取新护照 我当然不会提到江泽民 吴大喜 好 立刻去拿来新护照 早日回中国实地考察 我为难 我有效期两年的法国旅行证件 上月底刚到期 若要延长 需要一些时间 五 新加坡护照 去法国免签证 我想办法 四日 我每个季度 去讲课的安全情报局的 许国锋局长说 吴庆瑞让他约我晚餐 席间 他给我一个大信封 那桩 有我相片和真实姓名等资料的新加坡护照 六日赴巴黎 二十日返回的双程飞机票 两万法郎现金 我退回法郎 说自己可以兑换 许局长 吴博士说 这次是出差 但不要到东亚 所报销了 多不退 少不补 我只能心存感激 领情了 这就是新加坡效率 五日 我收拾行装 十月六日晚 我只身去机场 再去巴黎航班的候机厅里 遇到赵二军的太太 我们两个好朋友的聊天 是时间过得飞快 起身准备登机时 警察领检 英语流利的赵泰 顺利通过 持新加坡护照的我不懂英语 又操大陆口音 引起怀疑 新加坡人不懂英语者少见 当时大陆人拥有新加坡公民权的更罕见 我让赵泰先上飞机 自己与警察周旋 警察问我护照号码 我当然答不出 新加坡护照号码就是身份证号码 他们一出生就拥有这个号码 不能不知 以后的问题我就更傻了 护照啥时领的 绿卡哪年的的 绿卡几年或公民 对于这些 我一概不知 拒不回答 但对于护照 我很有把握 于是反问 护照是假的吗 立刻抓我 是真的 立马让我上飞机 见我不配合 警察们从飞机上取下我托运的行李 让飞机起飞 我见走不了 就让警察打电话给许国锋 许局长立即派秘书来救出我 送我到家以后半夜 七日白天补觉 傍晚许局长秘书来家 送我新机票 说次日再飞法国 十月八日晚 许局长亲自来家接我去机场 在机场贵宾休息室稍事休息 经免检通道 直接送我进入机舱 在巴黎的中国大使馆 顺利拿到中国护照 然后就地重游 就有重聚 赵泰询问新加坡护照 我解释病情保密 与分别两年的中法 各路哥们 姐们聚会叙旧 家宴交游 痛痛快快地 吃喝玩乐了十几天 十月下旬返回新加坡 吴庆瑞说 你有中国护照了 两件事抓紧办 一 你准备材料 让办公室 开证明给移民局 申请永久居民 绿卡 二 把正在写的中国军队系列论文 尽快结束 十一月回中国考察 新年后 春节前回来 十一月中旬 我得到新加坡绿卡 下旬回中国 十一-十四 重返中国实地考察一个月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北京 离开祖国五年 回到生活了三十年的北京 应该感到亲切 但是入境前的简易 却当头一棒 他们要求 并且只要求 所有的中国人 抽血检查艾滋病 我不服气 为什么歧视国人 老外艾滋几率更大 回答是 上级规定 都好几年了 你才老外呢 挨了一针 丢失一管血液后 在入境处武警中卫 检查我的护照时说 请稍等 召来一位中校 带我入境 把我介绍给中央办公厅的 医处长 和小许副处长 他们开车送我回家 一路寡言分手时说 领导让我们接待你 你与家人团聚休息几天 下周一接你参观 北京星际巷 二十四日 我还在睡懒觉 就被敲门声吵醒 我是管理这一片的警察 听说 你从国外回来 要报临时户口 骗警呀 我是北京正式户口 还报吗 临时的 上级规定 国外来的 就得报 好 我现在就跟你去派出所 今天管户籍的不在 明天吧 二十五日早八点 派出所一上班 我就去报到 想先报完户口 一整天还能干许多正经事 迎接我的却是闭门羹 户籍警不在 我等会儿 他今天外出 你明天再来 内勤也外出 怪事 牢骚归牢骚 我只能今天 乖乖滚蛋 明天老老实实再来 十一月二十六日 我又准时去派出所上班 两位中年便衣 把我迎接到一个小房间 我们市市公安局的王处长 来着检查工作 碰巧遇到您 我们对外国挺好奇 咱们聊聊行吗 这么巧啊 能不行吗 公安问起新加坡东亚所的事 我心说 蒙谁呢 我是中国问题专家 你们是国安非公安 但不便说破 我就如数家真谛 谦虚一番 开过几个讲座 媒体都有报道 写过几篇文章 报纸和杂志都登了 他们不满足 听说你们还写了许多秘密报告 其实东亚所的事 我们都知道 公安说出东亚 所几个同事的名字 和他们的一些事迹 我答 东亚所每人只能看自己的论文 别人的事我不清楚 我签了保密合同 自己的论文也不能乱说 最后 年长的说 你好好想想 咱们下周再聊 这是我的名片 你有困难可以电话找我 11月28日周一 中办小许接我 在新开通的三环路 绕行一周 参观1990年 亚运会的场馆 游览西郊世界各地 著名景观 微缩模型的世界公园 北京这些星级大建筑 确实比1959年的老十大建筑 对平民百姓更实用 但对奔驰过 欧美壮观的高速公路 参观过 数国奥运场馆 游览过 世界诸多真实的著名景观的我来说 他们都不足为奇 但是 我还是为祖国首都的巨大变化欣慰 为中央办公厅的热情接待而感谢 分手时 我拿出公安局 王处长的名片 小许说 不要管他 此后在中国的一个月中 再也没有人管我 返回新加坡前 我谢绝了中央办公厅的送机 回到父母家 父亲说 江叔叔已知道你要回国 我已感谢他 你也应有所表示 我答 我真心感激他 于是 写了封真挚的感谢信 汇报现在新加坡 从事中心友好工作 但仍会秉持独立学者的态度 发表论文和看法 也期望他能继续 我们在文革时 对党和国家专制倾向的批判 把中国引向民主自由的社会 按父亲告诉的联络方式 在信封上写着中共中央办公厅 贾廷安同志亲收 那装烧小的信封 上写江泽民亲戚 沿拖小信封里面 是我的感谢信 父亲说 还有电话联络方式 没有急事不要用 我 我不需要电话联络 再次去看父母时 父亲说 将来电话 收到你的信 要你对得起国家 在半年后 我第二次回国时 父亲说 江送来一本 海外出版的 乔石传 其中有许多 有关江的负面内容 发行人是阎某 江说你 忘恩负义 化名爆料 内幕攻击他 我如法炮制 按老方式 给江又写了一封信 一 海外出版书籍的版权页 著名的出版人 或发行人 都是该出版社的老板 我附件中 两本书版权页的发行人和平 今中都是我的熟人 分别是明镜出版社 和开放出版社老板 我不可能是发行人 二 除当年 中组部有关人员 没人知道我们的关系 我也不会乱说 给彼此徒增麻烦 我感激您当年 和最近为我帮的大忙 绝不会做不利于叔叔的事 尽请放心 除了与亲人团聚外 我还拜会了 三对老人 十二月六日 看望万人男父母 五个月前 他们借去新马太旅游的机会 在新加坡 与万人男见面 我与他们相识 此后每次回国 我都去看望宴请他们 新世纪他们 迁居上海 我又去过几次 老人身体衰老 我就到餐馆 打包到他们家 十二月八日 去万人男的岳父母 李昌和冯兰瑞家 家父离休后 曾通李昌等人到老区扶贫 1987年1月16日晚 在招待所饭厅看完 胡耀邦下台的电视 李昌沉着脸走回住房 家父跟进去 两人互诉忠常 悲观之至 我这天带去父亲的问候和礼物 与两位老人 互通了国内外情况 和议论时政 冯阿姨还赠我新作 两个月前 刚在巴黎 与万人男 和李昱相聚 娇小的李昱 在法国买不到和珅的成人衣服 我也把他父母 在中国为他买的和珅服装 带回新加坡 万人男不久 会到新加坡来去 以后每年 我都去看望李昌二老 或吃他们的家宴 或吃我请的餐馆 12月12日9时 到李瑞家 劫后相见 格外亲切 聊到中午谈性未尽 张阿姨飞留我午餐 我们回忆过去 审视当前 展望未来 都比较悲观 必然要谈到江泽民 李瑞说 当初你若去了电子部 再跟到上海 1989年 未必有机会出走 李瑞去过美国 和澳洲访问奖学 还愿去新加坡 我答应帮助 回新后 我向吴庆睿推荐 几天后 吴达复不适宜 我估计是李光耀不同意 我有愧于李老 分别时 李瑞提字赠我 在香港新出版的 庐山会议实录 和毛泽东的早年 和晚年 两书 此后十多年 经常看望李老 他90岁后 怕影响其健康 我就只与 清干局朋友聚会 艳琴李瑞 2014年 他托人带话 很想见我 我才重进李宅 在北京的35天中 我还分别与煤炭部 组织部和康华公司的同事 中学和大学的同学 以及各路朋友 还有人特意 从上海天津等地赶来 共接触200余人 他们的街风 践行 我的答谢 经常是一天两席 多时达 20余位的多边座谈 少着一对一的双边会晤 吃不完的饭 说不完的话 离经前 我的嗓子都哑了 值得一提的是 清华老红卫兵 一起反对中央文革小组 而患难的高干子弟们 六四前后都任不 局级高官的朋友 我们多次见面叙旧 陈渊的评价在体制内 颇具代表性 你大姐不好 小姐不错 此话后来在干部子弟 和清华同学的 两个圈子中流传 陈渊的解释是 你大姐离国退党 叛国叛党 小杰哥们一起 不伤害朋友 我答 我退党 可算叛党 但是绝无叛国 当年从反中央文革中 激流勇退 被朋友们称为老鸡 机会主义 的徐沙的疑问 较具普遍性 他对我出走最为不解 中国六四前 是邓小平和陈云的天下 你与陈家约缘极深 又身在邓家的康华 六四后的核心江泽民 与你更密切 你啥是没法 为马飞跑 图个啥 理想主义 对现实主义 哑口无言 我只能回答一个字 啥 12月27日 返回新加坡 次日上班 向吴庆瑞 汇报中国刑 无让 我写详细的考察报告 我在1995年1月和2月 分别写出 中国领袖状况 和中国社会情况 共计12000字 没有一个注释 在与吴庆瑞讨论修改后 在2月和3月分别以最高密集的 东亚所评论 11号和12号刊出 宋李光耀 中国领袖状况 一文的小标题是 一 邓小平和陈云等元老的作用示威 二 江泽民以主导政局 江 泽民 李 鹏 体制变为江 泽民 朱 荣基 体制 三 乔时的人大和李瑞环的政协 经常发出民主法治的空喊 中国社会情况的小标题是 一 通膨腐败严重 社会基本稳定 二 邓后的不稳定因素 一 贪腐蔓延 二 地方与中央关系紧张 三 民主派异议人士的异动 报销小插曲 我在向黄所长报销旅差费时 他对我长达35天的伙食补助提出异议 说没有出差超过半个月的 我特别和蔼地回答 第一 我可以住高级酒店 但住在家里 下次一定住酒店 其实是为了与家人多团聚 以后回中国都住酒店了 第二 吴庆瑞让我新年后回来 我还提前了呢 我没说 中国春节重要 新年只有一天假 没意思 我这报销单是否请吴博士批 黄欣不甘情不愿地默默为我签字 新加坡的永久居民可以购买具有补贴性质的政府组屋 而东亚所则规定 在三个月后取消外国专家的住房补助款 我赶紧买了大蓄水池旁32厅的高层住宅 同时把摩托换成福特轿车 11-15为新加坡三领袖访华打前站 1995年 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密切友好 8月李光耀资政访问河北 王鼎昌总统访问吉林省年边州 10月初李显龙副总理访问苏州市 他们三人都由当地的党政首长接待 新加坡非常希望了解这些地方首长的特点好物 最近政绩和干部口碑等公开资料以外的新鲜好情况 以便与他们接触时知己知彼 投其所好 既然我可以自由进出中国了 又对中国政界比较了解 吴庆睿便派我去打前站 吴志说派我考察中国政情 东亚所其他人并不知道我打前站的具体任务 7月 我飞赴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级市 住在当地最高级的长白大厦三星酒店 通过中组部朋友的介绍 我找到徐州长助理 我让徐请了几位县处级干部 傍晚到长白大厦 我说明为王鼎昌总统打前站 希望重点了解张德江的特点和政绩 我们边吃喝边聊天 直到半夜 基本情况全部了解到了 张德江一个月前才由省委副书记身份的州委书记 升任省委书记调离延边 下个月回来接待王鼎昌 傅燕的干部都说张的好话 他五年的州委书记确实政绩显著 才能由吉林省重要性比不上长春市和吉林市的地级州主管 直接升为全省第一把手 十二年前我曾考察过列为省级后辈干部的 严级市长张德江 现在他更成熟了 次日到 延边日报 开了个座谈会 进一步了解延边泉州的情况 以及与朝鲜国的关系 随后中心合资公费旅游了长白山天池 那几天我还微服私访了国营商店 利博维尔商场 加州牛肉面 鲜足狗肉馆 总的印象是民族和谐 治安良好 商品丰富 安居乐业 与我当初判断吻合 否则也不会让王总统来访 中国是无论如何 不能让贵宾去多市之下的新疆和西藏 七月中 北京朋友开车陪我去石家庄 下榻国际大厦 我请河北清华校友会的哥们 约请十余位清华同学 中餐穿菜 晚餐淮阳菜 一下午加一晚上 校友们尽情妄议省政 自意褒贬领导 大学流传清华一条虫 出去一条龙 这些同学在省会都混得不错 政界厅局长 商场总经理 学校大教授 他们了解上层情况 大多对省委书记程维高 意见较大 不外乎后来成倒台的那些烂事 我一再申明 我不是中组部来考察干部 而是新加坡的李光耀 想了卸城的长处 他们教我 你就说成在江苏干的还可以 四日我在石家庄乱逛 了解风土人情 世面状况 下午驱车回京 在入住的北京华侨大厦 写出对吉林和河北的考察报告 在大厦的商务中心 传真到新加坡交差 七月底前往苏州 行前 我电话时任市委副书记的老朋友冯锐度 只说要去苏州 请他简单接待 1984年春 时任苏州组织部副部长的冯 戒掉清干局 考察第三梯队 我们成为朋友 秋天我开完墨干山会议 回城顺访苏州 承蒙冯盛情接待 此后他升任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 我们仍有来往 有意更深 我抵达苏州时 冯锐度派市委组织部办公室 刘主任接我 我要去预定的酒店 刘不由分说的 用评书记的苏州003号豪华汽车 把我拉到有 武警站岗的检察院招待所 冯锐度在院内迎接 把我送到总统套房 退下左右后 他说六年前 疯传你叛党叛国 逃往海外 进行反华购当 我压根不信 我太了解你了 你绝不会干不利于中国 有害于人民的事情 这次你来苏州 我虽然升官了 还只是副书记 不便惊动市委办公厅 就让你熟悉的老朋友 刘主任接待 陪你游玩 是检察长 是我铁哥们 他的内部招待所 非常安全 没人敢来这里抓你 我特感动冯锐度的哥们情谊 如实相告 我是新加坡特使 为十月初李显龙 和李兰青二位副总理 共同主持的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 第二次理事会做准备 逢如是重负 释放我入住原先预定的苏州 最豪华的南园宾馆 随后苏州组织部邱副部长 陪我去新加坡园区 苏州市借鉴新加坡经验办公室 周主任接待 周介绍了苏州方面的巨大贡献 和新加坡方面的种种不足 他陪同我考察了整个园区 和已经入住的 日本西德等国的几个企业 最后 我召集中方 新方和外企三方座谈会 听取他们对中方的意见 和对新方的希望 7月26日上午 张兴胜市长到南园宾馆接见我 张兴胜八十年代 就是省部级第三梯队 与我有过接触 我们又都是四十年代出生 都在美国学习过 因此共同语言较多 交谈顺利融洽 最后他希望我上兴 家坡 演好事 让李显龙 来苏 周 将吉祥 请新加坡增加投资 随后 当然是丰盛午宴 苏州工作结束后 冯瑞杜送我至江苏 与浙江边界 实任浙江湖州副市长的 崔五年派车 接我到他的领地 盛勤款待我数日 回北京后 整理好苏州工业区材料 传真新加坡 完成工干 随后 就是家庭团聚访亲拜友 远近郊区 游山玩水 尽情享乐半个多月 八月返回新加坡 与吴庆瑞 新加坡总理公署 及外交部 对我从中国发回的资料 进行解释和答疑 新加坡领袖们 访问中国归来 对我的前期准备工作 非常满意 第五节 在新加坡接待的 中国来访者 十一至十六时任 与后来的副国级客人 马凯 1993年7月 中国提改委主任李铁印 副主任马凯等人拜访东亚所 吴庆瑞率几位研究员 与他们座谈 中方马凯是提改专家 新方只有我直接参与中国改革 因此 马和我是双方主谈 晚宴后 马凯约我到酒店房间畅聊 八十年代初 马凯由北京市西城区委书记陈元 任命为西城区纪委副主任 初步相识 八十年代中 马市陈元人会长的北京市青年 经济学会副会长 我是常务理事 共同研究中国的短缺经济 成为相知 最重要的是 我们都是陈元的密友 故为好友 分别四年 海外巧遇 我打探国内故旧 他询问海外老友 我们共同意旧 一经 展望 直至后半夜 现在他是副总理 我只能写下 我当时的忠告 我们都是陈元密友 恕我直言 陈元的家庭背景 现在是负资产 他负不及十年了 短期难进步 你的学识见识不在旗下 但你的陈元色彩太浓 不利 马2008年 任国务委员 2012年 进政治局 周小川 1993年9月 中国银行副行长周小川 访问新加坡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助理局长 陈光颜 宴请 我是主客双方的好朋友 应邀做陪 次日下午 周到东亚所交流 我们共进晚餐后 到我家聊到深夜12点半 1984年 我们在墨干山会议认识 他兼任提改所副所长后 更熟悉 周博士毕业后 被赵紫阳任命为 经贸部部长助理 大刀阔斧外贸改革 被讥讽为改革狂人 我和朋友们极力支持声援 英小川 后来未向马凯官至政治局 只是政协副主席 故可以披露部分牢骚 周说 1989年下半年 我被免去全部职务 只保留挂名的 提改为委员 问他们 我有什么问题 不予回答 朋友说 我是代业高干 挂了我两年多 看不少书 好像读了个博士后 我说 我本人没本事 但是有本事的人 江泽民意如此 他肯定会用你 周2002年 任人民银行行长 2013年任政协副主席 陈元 1995年9月14日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元 访问新加坡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副局长高明胜迎接 高问陈 想见什么人 陈达 严怀 高 严也是我的好朋友 晚上一起吃饭 高明胜 是吴庆瑞 兼任金融管理局局长时 一手提拔的高卒 东亚所的讨论会 吴经常叫高来参与 我与高多次 共同参加吴的小型内部 研讨和私人宴会 因此成为朋友 高明胜高度近视 考驾赵通不过 每次活动 都是吴庆瑞 让他的司机去接高 说明央行副行长吴专车 连接 如此高官 也无法被照顾驾照 法治 晚餐由吴庆瑞 在陈元下榻的酒店 宴请陈元 高和我作陪 吴喜欢边吃边聊 两个小时的谈话 大都被我 随着精美食物排出 我只记得吴说 陈先生 过去我们想请你来 有人说 严怀是你朋友 可帮忙 严确说 只是一般同学 以后不再请你 只要把盐抓起来 你肯定第一时间来新加坡救他 餐后 回到陈元房间 一股特殊的香臭味扑鼻而来 几个包开的榴莲 摆在茶几上 地上还放了几个真空蜜蜂的榴莲 让陈元成飞机 带回中国 我都不知陈好这口 真佩服新加坡的情报 新国不允许 榴莲进酒店 高明胜美打破规定的权利 肯定是吴庆睿的安排 陈云已去世五个月 吴还如此礼遇 仅为腹部级的陈元 遥想三年前 吴对赵二军的照顾 对比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事态炎凉人情冷暖 资产阶级领袖的人性 让我怎么说呢 陈元谈到 现任太太不甘心本科学历 想读硕士 又怕说是走后门 让我帮助了解 能否来新加坡读硕士 后因情况变化未成形 我则小声说 有些让我鉴定的 中国吃里扒外的高官 提供给新方的情报资料 我不爱国 但恨贪官 请你用棉检的红色护照 带回中国 交给有关方面 但不要说是来源于我 次日 陈元忙于公务访问考察 我上午 倒不懂中文的印度人 开的复印店 复印有关资料 下午到名品商店 按陈元提供的尺寸 为他女儿购买 小孩的名牌服装 和日用品 与陈元共进晚餐后 在他房间的卫生间里 我交给陈全部资料 16日 陈元带着新方 直接赠送的榴莲 和间接赠送的情报资料 顺利回到中国北京 陈元1998年任正部级 开发银行行长 2013年任政协副主席 东亚所接待过的 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 李铁英 政治局委员兼提改为主任 1993年7月来访 我们是北京101中校友 十年前又到辽宁 当面考察过他 算是熟人 但我对他进京后 印象不佳 只是点头握手寒暄而已 主要精力放在 照顾尚文提到的 同龄哥们 副主任马凯身上 谢飞 政治局委员兼任 广东省委书记 1993年10月来访 谢的广市国语 着实让我费解 加之我对广东 又不感兴趣 就拉着那位老摩香烟的 最后一名随员 到楼外吸烟闲聊 李铁英和谢飞的 共同特点是 随行人员中 都有一位五大三粗的壮汉 不爱听讨论 还经常出去吸烟 东亚索的新加坡职员 莫名其妙 他是谁 我答疑 政治局委员 必带的警卫员 他们更惊奇 新加坡二号人物 吴庆瑞都无警卫 中国二十号人物还有 我说 你庆幸吧 要在中国 肯定还要戒严呢 古木 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3年2月来所演讲 费孝通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兼北京大学社会学所所长 1993年4月来所 当时中国的乡镇企业 被国际关注 东亚所将他研究 列为研究课题 我们认为 社科院社会学所比较左 就选择北大为合作伙伴 具体工作 是由随行的马荣博士负责 晚宴上 民盟主席费老酒后牢骚 朱镕基说 共产党再腐败 就不如民主党派了 我们民主党派 怎么不如共产党了 我对民主党派 印象较差 趁吴庆睿不在 就放肆了 我这个前共产党员 替他说句好话 共产党 在宪法上 写明要永远执政 挂狗头卖狗肉 表里如一 民主党派 自称智力集团 不争取民主 不配称民主 没有执政意识 被另一个 政党领导 不是党派 民主和党派 皆民不服食 挂羊头卖狗肉 就是不如共产党 举作揭笑 为肺尴尬 我急忙打圆场 不过 我对肺老的 社会学造诣 和反右表现 特别钦佩 后来成为 副国级的官员 还有 金书平 全国工商联主席 1993年8月来访 过去我岳父任 工商联秘书长时 金书平是副秘书长 我们又在一个院里住过 我称他金叔叔 因此对他的服务 格外热情周到 经1998年任 全国政协副主席 薄熙来 大连市市长 1993年9月来访 因为是我朋友 薄熙成的哥哥 我也应该另眼相待 但他随行部署 安前马后 分外周到 也就轮不到 我忙活了 把2007年 进入政治局 十一档时期 在新加坡招待的 中国朋友 陈小鲁 陈一幼子 1993年11月来新加坡 95年5月 在访东亚所 尽管陈氏 以私人身份来访 吴庆瑞 还是热情接待 80年代中期 我们一起 参与政治改革而相识 六四后 我们都放弃局局 急得利益而 脱离公有体制 我在海外 以激进方式 他在国内 以温和方式 个人奋斗 小有所成的两个朋友 四年后 在南洋再次相遇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陈氏我到新加坡 继马凯和周小川之后 接待的第三位当年 国内改革派局级朋友 与马和周 继续试图不同 小鲁下海办公司 我们的价值观念相同 脾气秉性相似 几十年来 我们一直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每年回国 我们都聚会 1999年2月午餐后 他疗心未尽 邀请我去他家 继续砍大山 针编时政的谈话内容 早已忘却 但分手时 他让我带走年货的 盛情却历历在目 当时陈以无单位 只能住在石刹海北面 已故岳父素育的大将府 其内兄肃荣生市 北京军区副司令 小鲁说 荣生当军长时 没人送东西 现在升司令了 人家整卡车送年货 这春节过完了 还满院子食品 你拿点去 我很快要回美国 婉拒了 上世纪送的是食物 宿中将若不退休 新世纪就要经受 黄金美钞的轮番轰炸了 王燕南 赵紫阳女儿 1995年 四月来新 王源是北京长城饭店 副总经理 在欧洲考察实习时 到了二军和我的法国地盘 周末假日一起吃喝游玩 苦中作乐 93年 燕南被陈东升说服 合伙成立中国加德国际有限公司 1995年4月 陈 王二位 正副总经理率 各部门主管 以及众多古董 到新加坡 举行大型拍卖会 吴庆瑞真意气 全力支持 20日晚 参加加德 招待新加坡各界的酒会 21日 参观加德御展 23日拍卖顺利结束 吴庆瑞携太太 举行私人晚宴 为王燕南践行 二军和我坐陪 席间无一再 请唯一能在中国家中 自由陪伴父母的燕南 带向赵紫阳 问候和致议 紫阳在世时 我不能进阮禁公馆 2005年11月2日 赵去世后的首个寒时节 二军带领刚回国的我 经过保卫 故赵公馆便衣的审查 进入赵紫阳 灵堂吊宴致敬 看到赵氏兄妹 为父亲撰写的婉联 能做你的儿女是 我们今生的荣幸 支持你的决定 是我们不变的选择 我对紫阳一向崇敬 金剑婉联 对其子女也肃然起敬 能做他们的朋友 也是我的荣幸 那日也首次 在富强胡同六号 见到燕南 此后每年回国 我必到赵灵堂三居公 大多由留守北京的燕南接待 在星期间 还结舍路过新加坡的赵大军 等其他几位兄弟 李勇 李富春之孙 天津开发区主任 1995年8月 来访东亚所 李勇84年 接替李香鲁 任赵紫阳秘书 在北京认识 1989年赵道梅 李理应被审查 当然无问题 组织征求他新工作意向 无知无畏 天真义气的李勇说 回紫阳办公室 组织 小李你没问题 老赵他有问题 已无办公室 李勇 不想在北京官场感受 事态炎凉 遂到天津开发区 去干实事 由副主任而主任 我对李勇的意气 由衷佩服 热情地招待了他 刘金 云南副省长 1994年6月率 云南代表团访新 通过在我所的 熟人邹子英 穿针引线 到东亚所作谈 邓小平提倡 学习新加坡 中国官员蜂拥而来 预访东亚所 见识吴庆锐的非学者 经常走我们的后门 刘金是我北京 101中学校友 和三十多年的朋友 我住三里河 他住百万庄 周日下午返校时 我曾骑车 先到他家小坐 再一起回校 我在组织部和康华时 还时有来往 1992年 他由残疾人基金会 空降云南省 任外贸厅长 一年后 急升副省长 座谈中 刘芳佛不认识我 我以为 他在云南根底不深 怕与异议人士牵连 想会后 私下款待他 熟知会后邹子英 对我说 刘金很惊讶 你也能在东亚所 他劝我与你保持距离 并让我转告吴庆锐 严是危险人物 我告诉刘 你比我还吃香 我于是省下了一笔 款待刘的开销 六四块三十年了 中国大小官员 见多了 刘金是 唯一如此决绝的 难怪他日后 掌管对付法轮功的 六百一十办公室 打击法轮功 坚决彻底 很快关 生政不及 十一 杠十八东亚 所接待的中国学者 新加坡东亚 所接待最多的 还是中国学者 每月都有二三位 批 印象较深的有 1992年底 法学研究 杂志 李主编 和中国犯罪学研究会 周秘书长 两位六七十岁老教授 分别率团来访 吴庆瑞认为 中国法治较差 他对中国民主 很少批评 加之对老学者尊重 都亲自接见座谈 并让我们陪同 他们到监狱 参观边刑 和游览红灯区 吴庆瑞 对来访的中国专家 多次解释 新加坡性交易合法的益处 我根据吴的谈话 以及我与性工作者在内的 有关各界人士的认真讨论 总结提炼出来八大好处 一 解决众多单身青壮年 外籍男劳工的性需求 二 增加性变态者等各种潜在罪犯的宣泄渠道 减少以上两大类群体的性犯罪率 三 解决绝经女性中年丈夫的需求 他们不会与性工作者结婚 因而保障原婚姻的安全 四 满足性旺盛者的兴趣 减少非法的婚外性 增强社会和谐 五 杜绝黑社会 控制性交易 有利社会治安 六 警察不能索取保护费 减少警戒腐败 黑白两道都规矩 六 七 性工作者定期体检 减少艾滋病 及其他性病 对性服务对象的伤害 八 最后 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性工作者的生命安全 身心健康 和经济收益等 各项人权得以保障 直接对上述八种人的益处 间接最终促进 整个社会健康 与和谐的发展 我多次陪同工 思客人参访红灯区 用上述理论 答疑解惑 被中国朋友戏称为 卖淫合法的严八条 吴庸慧言 我赞成性交易除罪化 顺便介绍当时新加坡 对性交易的管理 性交易在指定地点室内 市中心以南 新加坡和以东的 牙龙街区的几条巷子 不允许占接女郎 性工作者 必须18岁以上 注册登记 领取执照 并且一个月 一次定期体检 吴庆瑞坚称 新加坡绝不收他们的税 不能让西方人说 我们赚性交易的钱 吴敬脸 1993年4月和1994年12月 两次在东亚所举办讲座 我和同事杨木 在国内就与吴教熟 因此每次都到酒店 与吴长时间单独私下交流 观点高度吻合 并共同进餐 刘国光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1994年2月来访 1993年9月 受朋友 日记未记姓名 忘了谁人 直托 我写给吴庆瑞一封信 讲刘国光 如何重要 应该邀请来索 1994年2月 刘来访一周 讲座 参观和宴请 我大部分时间陪同 日记上写 对刘失望 推荐刘来访 首战告捷 受到鼓舞 1994年 回国归来 推荐邀请李锐 再战折戟 从此金盆洗手 不再推荐 立以宁 1996年9月 携夫人访新 连续三天 在东亚所 两次内部座谈 一次公开讲座 应在国内 就认识立地立以平 就请立夫妇 到家中小餐 同事邹子英 是其高徒 我开车 与邹一起陪伴老师 夫妻游进新加坡全国 至此 中国经济界三位 顶尖老学者 齐齐见解 我在新加坡都近距离 当面领教了 汤敏 1995年1月 在东亚所讲座 汤时任 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 汤七佐小磊 是新加坡大学讲师 乒乓球高手 我们每天下班后 都在新大乒乓球厅切磋 妻子可爱的小汤雷 经常扮起左右 节假日 汤敏自菲律宾 来新加坡家庭团聚 我们肯定 借机聚会 大吃二喝 97年2月左 离开新加坡 我们始于 中国朋友 为其践行 世纪末 汤佐联名尚书 建议高校扩招一倍 名造一时 胡安刚 1995年5月 来东亚所讲座 1993年 美国耶鲁大学 王少光与中科院胡安刚 合着 中国国家能力报告 史称王胡报告 推动了中国奋税制改革 当时是内部报告 东亚所急需研究 我与王少光 在美国就相识 便求助于他 王真斗 朋友 立即传来报告全文 其间我与胡也有联络 算是位谋面的朋友 因此 讲座次日 我单独宴请胡安刚 并交流请教一下午 当时双方观点 并不像现在这样 南辕北辙 2013年 在北大举行 王胡报告 发表20周年纪念会 可见其重要性 在东亚所还接待了两位 从台湾投奔大陆的学者 林毅夫 1993 年8月和94年4月 黄胜兴 1994年7月 因为我们中国研究员 都是从一党领导的国度 到相对民主的地域 而此二位却相反 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台湾背景 迁移动机 目前感受 比其学术见解更关注 讨论时 这方面的问题更频繁 这种研讨会 吴庆睿一般不参加 由黄所长主持 黄一剑跑题 经常提前结束座谈会 十一档十九 在新加坡款待的民运人士 万润南 清华同届校友 在国内 他四通我康华 两大公司时有交集 到法国 共同参与民运 1993年12月 万润南 首次访新一周 1994年7月 万再次来新 熟人熟路 尽职住 在我家 当时赵二军租住的老房 已到期 新屋未找到 也站住我家 巴黎的三个老朋友 在新加坡重聚 并欢住一宅 促膝长谈 其乐融融 数日后 万润南年迈的父亲 和母亲假借参加 新马太一周游的机会 来到新加坡见儿子 他们三人 在六四离国五年后 首次相见 其情感人至深 94年底我 首次回国 到万家 及万夫人李玉家 看望双方老人 一个月后 万润南第三次来新 我陪他参观东亚所 对新加坡人 只说是我的一个中国朋友 请中国研究员 则不要声张 中午我宴请万 中国研究员做陪 他们不让我破费 几个人 非要AA 至何请名振万主席 此后万又在1996年访新加坡 乌尔开西 1989年 在法国认识 1993年底 他从美国 去澳洲开完民运会议 想回城游玩 从没来过的新加坡 听说我在新加坡 就来我家住了一周 开西希望我在这里 为他组织几场演讲会 我断然拒绝 中国是新加坡 最友好的国家 新绝不允许任何不利于中国的民运活动 刚离开的万润南 就没有公开活动 你就隐名埋姓的好好玩吧 我请假陪他游遍新加坡 在我家附近的购物中心 开西被我的新加坡朋友认出 我否认 他承认 新朋友约了几位密友 请开西饱餐一顿 并聊了一晚上 稍微满足了开西这孩子的实用心 临别时 开西提到法国往事 美国哈佛大学 曾提供他学习名额 我在巴黎时劝他 民运日久天长 是持久战 哈佛机会难得 千万珍惜 但是 身为民阵副主席的开西 却热衷于明星 般的民运造势活动 现在他后悔当初 未听从我的忠告 表示 准备到旧金山附近的大学深造 此后二十多年 我们常互通电话 或在网络上联系 2017年7月 我们在纽约的刘晓波 追思会上 又见面了 陈童 六四学生领袖 在美国有一面之交 他要到亚洲 想顺路访问新加坡 从开西处 得知我在此地 并好客 1994年1月初 我从机场接陈童到我家住两天 他找到此地的美国朋友后 去那里住了几天 朋友要出差 陈又来我家住到他月中返美 陈童不愧是美国名校博士生 不太爱游玩 我上班时 他几乎看遍我的存书 请假陪他时 与我讨论法国 美国和新加坡 欧美亚洲三个不同民主国家的一同 以及各种时政问题 王洪斌 原四川大学团委书记 1989年流亡法国 民阵骨干 1994年春节 王来新加坡 我和已在新加坡定居的赵二军 盛情招待了这位在法时的好朋友 王对我说 你弃正从学 学有所成 我要向你学习 准备弃正从商 民运勾心斗角 确实没有搞头 半年后 洪斌在亚洲考察商机后 再次来到新加坡 他说想到 泰国发展 此后二十多年再未谋面 在媒体上看到王洪斌 已是泰国政商名流 事业斐然的著名企业家 1995年10月 李光耀让新加坡海峡时报 总编辑请我去那里工作 此后的两年 则是下一章的故事了